哈喽,大家好,今天教大家做椰蓉吐司面包 自己在家做的馅料十足,非常的好吃 里面加入了满满的椰蓉馅,真的是越嚼越香 喜欢吃的跟着我一起试作一下吧 和面集中加入250克高粒面粉,10克奶粉,30克白糖 3克南瓜糖酱姆粉,打入一个鸡蛋 120克纯牛奶,启动揉面程序 揉成光滑的面团,再加入3克盐 25克温室软好的黄油继续揉面 直到可以拉出一层薄薄的手套膜即可 整理一下,盖上盖子,饧发至半小时 接下来再调椰蓉馅 碗中加入30克温室软好的黄油 30克白糖,先用硅胶铲按压均匀 再加入10克奶粉,50克椰蓉 40克全蛋液,继续给它按压均匀 把它平均分成三等份 把松弛好的面取出拿到案板上按压排气 把它平均分成三等份 取一个面筋把它改成长方形面片 底部扒薄,上面铺上一层刚才做好的椰蓉馅 用硅胶铲按压一下,从上到下给它卷起来 收口处收盐紧实 拿一个锋利的小刀在中间给它切开 两个顶端不要切断 像视频中的手法,两个边儿给它窝起来 全部做好一次摆入450克吐司模具中 盖上保鲜膜醒发至8分满 形好的面胚送入田园预热好的烤箱最下层 上火150度,下火180度烤35分钟 中途上色,记得加盖锡纸 出炉轻摔两下,立刻倒扣脱膜